当中的竞争性最强的一场比赛了 发球接发球的控制 特别是相持当中的进台 反手速度很快 出大赛经验的张继科 应该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要能够 中国队来讲 团体赛因为 还是比较轻松的 国际平联的年度的颁奖盛典 2014年创造了非洲乒乓球运动员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排名 是2比4输给了张继科 但仍然创 分割的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 以城市名义赞助外国 就是人哪 整个人都给了一些事 中国大学的忑鞋 在比赛场上完全冻起来 这样比赛是1比7 做得很快 就是说他调整这种在战术的使用上面 是不是他这个特点就是站在静台 一个比较在这里面就是说张继科他能不能真正的适应 看看张继科是能和对待接下来的这个在场上的一些表 他太高位置摆的也不好 拉的时候都是拉的感觉就是一直 拉的感觉 喂 好球 好球 那项技术 台内的反手拧拉 这个球可能张继柯就要失分了 22比10 张继柯赢下了第二局2比0领先 差距才会感觉越来越小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这个原因就是说加尔多斯的球 它有一定的特点 就是它速度比较快 好球 大家看到张继柯呢 在前几版是先 张继柯呢的确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运动员 硬汉的这种心理素质 拿到了这种最后的最重要的冠军 往往就是说你在第一局 第二局呢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顶下来了 它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它这球呢威胁不是太大 因为它没有那种需要沙板 在这方面加尔多斯还是需要有更大的突破 烤球 防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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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健康 好 好 比赛 终于把比分追到了时评 来看这两分 好球 一本封城的坚定 张努柯确实技高一筹 到底是这个大满贯 在9比3 10比3流行情况下 被这个输的 也心不口服 让张努柯呢 为中东队拿下第二分 2比0有限 稍后将为您带来第三盘的 双打的比赛